近期,黄晓明卷入了18亿股票操纵案,首先曝出的是证监会的一个处罚公告,其中有一个案件细节,黄晓明开设账户后,由母亲张某霞管理使用,后张某霞将黄某名证券账户部分委托个人管理,该账户涉案交易由高永做出。 经过案件细节推测后,张茂霞和黄某名正是演员黄晓明和母亲张素霞,随后黄晓明涉入股票操纵案后,其工作室紧急发布声明,所谓的黄晓明卷入股价操纵大案唏嘘假消息,黄晓明并不认识高某,也未受到处罚。 在这个案件中,黄晓明的合作人包括高永、燕宇和陆磊,根据决定数披露,多个委托给高永管理的私人账户,军事通过陆磊介绍,并且陆磊持股比例高达65%,高永仅10%,陆磊的作用大于高永。 同时有网友给出答案,黄晓明并未违法,他只是出接了账户,而法律知识规定法人账户不能出现,此案人却没有规定,所以操作账户的并不是他,黄晓明只是可能会退回获利。 然后被警告一下,黄晓明18亿股票操纵案结束之后,没想到并依处罚对象张子怡也被卷入其中,张子怡遭到证监会核实,几间接探股的深圳市丰年互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,股东就包括了黄晓明和张子怡等明星,股市有风险。 在这其中落马的不仅有黄晓明和张子怡,最经典的刀鼠赵薇和老公黄有龙一空客公司收购上市公司案,做法和高永差不多,都是当杆红弹股价,最终为人间会处罚,五年内禁止进入正确市场。 你是怎么认为的? 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